海贼王,大河恶魔果实是狼,凯多深感害怕,原因在于超强实力。 大河的幻兽种恶魔果实被公开之后,也是引发了海泥的激烈讨论。 以大河真神为蓝本出现的大河幻兽种,让不少之前预测白泽、麒麟、猫友的海泥纷纷翻车。 对于这场翻车,魔王军并不意外,之所为为什么不是这些恶魔果实。 可以看海贼王,大河的幻兽种是超级大瓜,三大神兽虽成热门,但一点明显。 对于海迷来说,虽然大河的果实被公布,但是同样更大一个疑问涌现,大口真神究竟是何方神圣,竟然让凯多都深感害怕。 众人推论为何会翻车? 动物系幻兽种比起强且少的自然系还少,再加上超强能力,自然大河的恶魔果实自然备受关注,因此大河的恶魔果实能力,自然应当于之前的幻兽种一样,存在超强实力。 因此在海迷心中,根据这个标准,白泽说,麒麟说,白虎说和毛又说等等系列推论,当然这些推论都是具有一定道理,但是比起大口真神还是差上许多。 一,幻兽种与神话体系的关联。 众所周知,目前出现的幻兽种并不是很多,也仅仅出现几个,但是这几大幻兽种形态,却透露出一个重要的信息。 马尔科的幻兽种是最早出现的幻兽种,为不死鸟形态。 虽说不死鸟在我国,有一个高贵的称呼,被称为凤凰,但是实际上不死鸟词汇为伯来词汇。 不死鸟,又被称为菲尼克斯,是希腊语,最早是由埃及神话体系引入到希腊神话当中,虽然被称为凤凰,但是实际上是火凤凰,与传统的神话传说中的凤凰,是有着一定差异的。 在圣斗士兴史中,以神雅典娜的无效强战士之一的一挥,便是拥有这种能力,因此马尔科的不死鸟形态,其实神话根基是来自希腊神话。 战国的幻兽众大佛形态,仔细观察,其实不难发现,它的形体,主要是以古印度的佛教为起源,因此让战国有了如此强大的实力。 再从凯多的幻兽众青龙形态来观察,很明显青龙形态,是来自道家追崇的四项体系中诞生而来,也就是说与我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 通过以上规律,不难看出伟田在创作幻兽众石,通常会以各种神话体系作为参考,而且这些神话传说体系,都是世界各国公认度比较高的,同时重复射还相当低。 有了理论作为突破口,自然大合的恶魔果实,在贴合和织国的同时,还要被众人所熟知,因此大口真神这种在日本家喻户晓的神兽,就成为了创作的源泉。 二,大口真神的地位不依一般。 大口真神又名真神,原型来自日本狼,由于诸多历史原因,目前已经灭绝,经过民间神核化后,变为神奇。 在日本自古以来,大口真神就被当成圣兽一般膜拜。 大口真神被认为是从朱和露那里守护作武的圣兽。 具有理解人类的语言,分辨人类本性的能力,守护善人,惩罚恶人。 另外,大口真神对恶除,特别是对火灾和盗窃具有强力的效力。 对于大口真神的作用,于我国传统建筑中门口设有的石狮子、博犬,有着很多类似之处,因此在国民心中,有着极高的威望。 由此可见,无论是从故事框架,人物性格设定,还是神兽的身份,大口真神对于大河来说,都是十分吻合的,因此海迷被打脸,主要还是对日本本土神兽的不太了解造成的。 凯多为何惠惧派此恶魔果实,不愿意给大河? 从凯多口中说出此果实来之不易,就足以看出这个恶魔果实,凯多是从强者手中获得。 是想能够让凯多说出的强者,趋势可数,除了世界政府,海军和四皇之外,基本上其他人也是无法如他的眼。 既然四皇当中没人说出该果实,海军对于恶魔果实的态度也不友好,那么好一问凯多获取的方式只可能是从世界政府中获取,无论是强取,还是私下交易,肯定都是让凯多付出极大代价。 不然的话,凯多也不会因为大河的务实而暴怒,既然能够引起世界政府和凯多重视的恶魔果实,至少实力与凯多的恶魔果实相当。 既然恶魔果实能够引发凯多重视,说明实力与青龙果实不相上下,作为拥有四项属性之一的青龙果实,必然是恶魔果实等级不会亚于青龙形态。 在十三经著书,笔记曲里上中,曾点名与青龙同级别的存在,说,如鸟之强,如龟蛇之毒,龙腾虎粉,不能抵此事物。 从这段文字,再与大河的形体进行比较,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白虎的存在。 其实大河在战斗中,一直使用是鬼金棒,其实是狼牙棒眼花而来,这个与凯多是同类型的武器,让我们也有了一个大胆的架设,就是大河的坏兽众,无限接近白虎形态,但是实力上还没有达到。 既然有了这个架设作为根基,再加上大河会使用雷鸣八卦,毫无疑问大河的形态,是无限接近白虎的,还是会使用雷电的神兽。 而在众多神兽当中,我们锁定一个神兽就是奎木狼。 奎木狼,是古代中国神话中的二十八星宿之一,也为西方白虎七宿之一。 奎木狼有一个重要信息点,就是它的原型其实是狼。 既然狼能够作为白虎的守护星宿,自然说明狼这种动物的实力不容小觑。 而大口真神原型就是日本狼,从这点来看,它也是具备了狼的一般属性,加上日本是一个崇尚狼性文化的国家,因此对于狼的战力,一直抱有超强的幻想。 从地位上看,大口真神与青龙果实的相差并不大,再加上大口真神天生就具有防火的属性,因此大口真神形态,从某种程度来说,是对凯多具有一定的克制作用。 既然实力不弱于凯多的恶魔果实,同时具有克制恶魔果实的能力,毫无疑问,大和恶魔果实的特性和超强实力,对于凯多来说,是一个不小的威胁。 随着大和的恶魔果实形态的公布,对于海迷来说,虽然有不少人再度遭到打脸,但是这种出奇不易带来的惊喜,远远大于被打脸带来的沮丧。 随着河之国的故事深入,大和的恶魔果实,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,同样值得期待,对于大和恶魔果实是狼,凯多深感害怕,原因在于超强实力,你有什么样的看法,欢迎留言讨论。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?希望你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,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。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,订阅我。再见。